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TI12国际邀请赛 小组赛的胜败者组对决战 胜败者组对决战的BB对战9Pandas的比赛 这是双方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这个BB的表现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上一场比赛的录像 我也给大家发了 不用看其他的 就是大家直接捣到最后的三分钟 最后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看一下最后那三分钟就OK了 那么来到这场比赛 两支队友打成1比1以后 决胜局BB这边拿出了1号为Nighthold的CK 然后搬掉了对方的练金术使 而9Pandas则是继续选择上一场比赛 手感相当不错的骷髅王 1号位没有练金 选择给拉米西斯拿出了死问 最后一手中单的拿出的是土猫 大树加上天怒的双酱油 BB战队则是中单GPK的船长 Pero在最后一手拿出了兽王 因为潮汐啊 人马啊 破晓晨星啊等等 这些比较好用的三号位 当前门比较好用的三号位都被搬了 所以最后一手给Pero拿出来的是一个兽王 9熊包这个阵容还是上高困难啊 9Pandas确实 他们这三场比赛拿出来的阵容 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 优势局的上高会比较吃力一些 阵容长这个版本强在哪 强在他的魔晶和A杖 他的水 水这个技能 以前是必须要 被冲起来的那个人 会承受伤害 悬晕和减速 然后这个版本呢 他被改了一下 他被改了一下 就是被冲起来的那个人会承受悬晕 但是其他的人 你走上去的话 一样会受到这个减速 乱七八糟的这些影响 只不过就没有那些悬晕了 所以船长的这个水 比之前还是好用了不少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改动来着 我想想 是7234D吗 7234D还是7234C来着 好像是D 战高难 魔方会出手 有道理 有道理 不过上一场比赛 Kiyotaka的火女是真的有点秀啊 这场比赛开局抢服呢 双方各自一个双服 没有出现抢三服的情况 大树去保死问 非常经典的一个二人组 天怒保骷髅王 这个二人组倒是比较少见 因为毕竟三号位骷髅王 其实在之前的版本当中还是非常稀缺的 中海船长对土猫也是这个版本非常流行的一个对线啊 一开始的卡兵 Kiyotaka卡的比船长卡的要更加的好一点 这里转身一个水刀刮到对方的土猫 然后这块这个远程兵呢 GPK就不着急了 对吧 GPK就不着急了 对方这块肯定是惦记着一脚踢两个刀 踢两个兵 然后再加上消耗一下GPK的这个船长 主要再拼一下 从血线的消耗量上来看的话 明显是船长要占优了一点点 而且船长手里面一直捏着这个水刀没有放 然后下路拿到一血了 漂亮 上路现在的一个对线情况来看 兽王去跟死问对线 属于是没什么特别多复杂剧情的一个对线 两边都能发育 然后酱油的这个保护能力上来讲 由于兽王可以频繁的去开树 频繁的开树让这个大树很少有机会能够再 从侧面过来去进行一个骚扰 所以大树原有的对于近战英雄的比较强的干扰能力 这样比赛体现不出来 那小华仙呢也可以借助这个点 哦 土猫这个滚 可以 两边又是进行了一波血量上的消耗 这波的消耗是土猫赚了 完整我目前十个正补 土猫是八个正补 两个反补 经验上面还要占一些便宜 要说今天不休息直接拨完吗 原来想的是休息一下 然后有观众表示想看啊 想看咱们就拨一下 然后拨到实在困的不行了 我就去睡觉 不过现在我有点不太想去不太想耽误这个AR的比赛呢 毕竟 其实今天应该跟昨天一样啊 拨完第一轮 然后休息两轮 直接拨第三轮 就 第四轮就好了 这样呢 可以保证两轮比赛的解说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好 子温被削弱了一刀好像挺惨 为什么还这么多队选 他的削弱属于是把一个就是当前版本顶级C削弱成了一个常规C 所以就是他还是在 他的强度仍然是在可用的范围内 只不过跟上个版本相比的话 确实是弱了不少 GADFORCE CK这样比赛 目前前期的对线补刀也还可以啊 13-1 然后中单的船长打土猫 基本上是一个优势 船长这个地方有机会杀吗 不过有机会杀吧 应该还有一个滚 还有一个滚的话 Kill大概这波不敢上了 这个位置 他如果继续往上追的话 有可能要被这个船长单杀 因为船长手里边是有一个手雷的 究竟10点预告9点起8点打比赛是吗 谁能想到呢 谁能想到呢 预告比赛10点开始 我10点起来比赛打完了 这个土猫的这个滚的时机找的不错 然后一脚贴再配合天赌 GPG这波没了 而且浪费了一个魔伴 这个魔伴浪费得没太大必要 死问这块想要用锤 然后去补掉一个猪 结果还是没成功 还是让对手给反补了 BB这场比赛在选人方面明显的就开始去追求一个现优了 跟上一场比赛已经不一样了 上一场比赛他们这个从表现来说的话多少有点 尤其是最后的那个上高 对吧 原本对方投资了40分钟 这个高级上不去 结果没想到最后BB自己想了个办法 上路这波大树加上死问两个人配合相当完美 一套组合拳直接把皮肉的这个收王给他送走 大树这个英雄当前版本仍然是最好用的辅助之一 这是最顶级的辅助之一 在上上个小版本的时候 当时的大树可以说是T0 就是没有之一 最好用的辅助没有之一 然后呢 在经历了几个版本修改以后呢 大树现在也是削弱了一些 但仍然是T0到T1之间 T0.5左右的这个级别的一个辅助位 还是很厉害 那说问一下目前Ti死问胜率吗 感觉没怎么赢过 死问还行 好像还行 咱们待会再说啊 现在没有机会切 看一眼这里CK 拉回来对方的骷髅王 但是天怒也在 大树还在给输出 你邪影方灵过来打一个破影一击 毒狗这个位置 在临死之间爆掉了自己的一个叠的毒 骷髅王还在有没有暴击 Nightfall这个地方有没有暴击 哎被对方绕没了 绕没了 尴尬了 大树的下一个藤蔓 应该CD赚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大树的下一个藤蔓 CD已经赚好了 他没有放 想要去找一个角度 谋求一波击杀 这样的话 BB下路这波又接触又是一个血亏 土猫的经济 现在来到了全场第一 土猫CK 船长的经济是差不太多的 死问稍微少一丁点 然后是兽王 骷髅王的经济目前是在六个大哥位的末尾 最强辅助难道不是先知吗 呃对 先知是 先知 先知是 最强的四号位 五号位用先知的话 也可以 五号位的先知效果比四号位的要稍差一点点 呃如果是7.34这个版本的先知 或者7.3 应该是7.34 7.34这个版本刚出来那个时候的话 那先知无疑是T0 那他他是全英雄的T0 这个先知就是无敌 两个字 好吧 真的就没有任何的英雄 从强度上来说 能跟这个先知去相提兵论 完全是另一个次元的场合 7.34刚更新的时候 VS的强度非常的高 嗯 也实在不停的被削 当时VS也是一度成为顶分局 登场率最高 且胜率也很高的一个英雄 这场比赛两边的节奏明显啊 真的是明显就跟第一场比赛不一样了 这第一场比赛两支队伍是在互相对着拼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 变成了这种比较频繁的试探性的接触 第三场比赛呢 就干脆不接触 你刷你的 我刷我的 各打各的 这场比赛明显我闲聊的会多一点 因为没办法 他们两边确实这场比赛就属于是各打各的了 第一场比赛八分钟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开了两拨团了吧 估计 第一场比赛基本上是从头打到尾 一直都没歇着 哎不对 第一场比赛我进来晚了 我第一场比赛我进来晚了 我十分钟进来的 但是十分钟开始就没停过 打架就没停过 而且进来都是人头数 好像就不算少 看看这里 给直接 给上一个技能 船长一个水 水起来 毒狗开始叠毒 船长这边一个平A 扔一个水游袋 一个水刀直接秒掉 这块GPK的这个水刀 找的时间 还是找的相当完美 一开始的时候一直不放 就拿普通平A 据一拟 白血量耗的差不多了以后 直接一个水刀上去 这把看好哪边的阵容 大叔 这场比赛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BB的阵容 BB的这个阵容 在游戏的中期输出和控制 都比对方这个阵容更恶心一点 而且死问 现在他的强度被削的有点多 他说是过炮脚吗 睡醒后直接炮脚 没有 CK这边已经到六级了 大叔能看一下 骷髅王要出什么装备吗 不会还是灰药吧 肯定是灰药 不出灰药出什么的 三号位骷髅王出个灰药 可以保证他在团战的时候 一定是有用的 三号位骷髅王如果出 避章外灭那种路线的话 他也很有可能在团战的时候 一丁点座位都没有 然后就直接被对方秒了 感觉CK还是以前的问题 刷钱慢 CK刷钱不慢 CK刷钱慢的这个问题 是在很多年前了 CK的大招 自从CD改成只有75秒以后 他就不是一个刷钱慢的英雄 基本上大家都是卡着CD 开大招刷钱 速度很快 这里留住对方的一个大树 大树这边交了个大招 船长的船撞过来 两轮合机拿到这个人头 Ned4这里拿到Solo的人头以后 经济已经是追平了对方的死问 并列全场敌 下路的一塔翻步掉 人头数现在3比3平 两边的发育情况差不多 有潘胆斯的团队经济领先一点点 是因为酱油比较有钱 他的双酱油比较有钱 看看这块兽王 天怒的大招甩出来以后呢 又出现了这个没有动画的bug 不过影响不大 我们能看到这个掉血 非常的快 看看这堆召唤生物 召唤生物在留毒狗关 留住了对手的一个天怒 天怒应该是可以杀 人头给谁呢 被save的小花仙拿到 CK这个英雄 他的大招被改成75秒CD 再加上当前版本 他的三技能被动 在7234D被加强了一波 对非英雄单位的伤害倍数 从1.6倍提到1.9倍以后 CK的刷钱速度就更快了 所以现在的CK 他早就已经不是刷钱的问题 CK的核心问题在于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那个团战的核心问题 就是没幻象了的时候 他有点弱 幻象一没 他就实在是有点弱 CK这个英雄玩的好的 就是顶级的CK玩家 我见过一些 他们的使用思路是什么呢 他是从前期开始 就在比较积极的在打架 因为前期CK的本体 就是不依赖自己的大招 他光靠本体的输出 只要经济不差的情况 他光靠本体的硬 硬网也很厉害 后期不行 后期没有大招的伤害 带来的一个额外收益的话 这个英雄确实是太弱了 但是前期可以一直打 然后呢 把这个雪球滚起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直接在前中期去结束比赛 CK感觉打团拉扯不了 上去就回不来了 CK打团的思路就不是拉扯 他就不是个拉扯的英雄 他就是一个 拉对面晕住了直接抢秒的一个英雄 秒不掉呢 就是钱不够你知道吧 秒不掉就是钱不够 留住对手的一个天怒 看看船长这块一刀 直接带走对手 还可以 拿到对方一个天怒的人头 这个游走成本就不算高 你看 他是三个人 三个人船长加上双降游 这个游走成本就比较低了 大哥被能安心刷钱 然后一个比较低成本 高效率的游走 话说过来 Kiyotaka他这套比赛 土猫的进攻节奏 算是这几天的中单土猫里面 打的比较差的之一 他的进攻节奏偏慢 这玩意儿 船长有船吗 船长这个时候 船长手里捏了一个船 没有放 决定是用船来打第二锅 也可以 这个船开过来 撞到 再加一个标记 蹬回来 CK给他蹬回来 大树给大招反打 这里一个恐吓扔出去 但是CK的血量有点太低了 我感觉这波应该还是要死的 土猫再往前滚 准备去流燃 船长的这个水给的不错 那么小花仙直接船走 船长呢 已经是提前溜回家了 这一波BB的撤退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 这秀了半天 没有人去压制对方的死问 而对方则是 跑过来找了一波CK的麻烦 土猫的这次进攻 第一次有效进攻啊 整体的收益 还是相当可观的 SOMEONE BETTER HELP DIER'S MIDDLE TOWER OH DIER'S CURRIER GOT KILL THOSE THINGS AREN'T CHEAP YOU KNOW DIER'S MIDDLE TOWER ISN'T GOING TO LAST LONG CK拉一下土猫 这个卡了一个视野 拉这个土猫 拉得很贼啊 这边组罗罐炸出来以后 CK开大招 一个合击直接秒掉 406块 NAT4这边要拿到了一个比较值钱的人头 然后直接过来强拆对方的中路一打 这个肯定要拆 这个不拆的话 一会儿又被大树给修满了 很麻烦的 10级的CK 团长在下路这边留了一点 骷髅 骷髅应该还没有大招 他上一次的这个大招还没有 CD还没有转好 这里组罗罐炸出来 还差一个水刀 走你 哎呦 这个毒狗的关 这个毒狗的关有点尴尬 这个人头就是被毒狗拿到了 也行吧 这个关也行吧 反正完成击杀就可以了 对于BB而言 现在只要能够去完成对对手的击杀 让土猫没有办法轻松的去 配合线上战线的英雄 来完成一个高效的游走 对于BB而言就是很好的节奏 但是一直没有人去干扰这个死问的话 意味着BB这场比赛的整体 思路是不去压死问 让你的死问 单核毒肥 然后我不去理你 我去压准其他人 这个思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思路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BB他是要脱后的 他这场比赛的思路是要脱后的 因为他不管死问 然后一直在压这个骷髅王 然后也不管土猫 那土猫就很肥 土猫很肥的话 前中期的作战能力就很强 你光压住对方的一个骷髅王 是干扰不了对手前中期的作战的 所以这意味着BB这场比赛的思路 还是一个脱后 土猫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兽王有大 大招直接吼住 阻读王冠也要炸出来了 直接秒 土猫这波有点尴尬 自己上去的时候 正好撞了你满了怀 旁边一个兽王 一个邪影方灵 两个人的控制链 正好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 这个对于九帕纳斯来说 是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 死问的无解肥啊 BB这场比赛 他们之所以可以赶去这么打 是因为他们这场比赛的阵容 对于死问这个点来说 是有比较多处理的方案的 死问在有BKB开着大招的情况下呢 毒狗可以去救被死问低身打的人 然后船长能够给自己的队伍挂上船游 然后兽王还有一个无视魔免的强点控 可以来处理你的死问的后续的一个输出 等到你的BKB一结束 那船长啊 毒狗啊 什么协影方灵的技能啊 CK啊 就可以去轻松的摁住你的这个死问了 所以这个时候BB这场比赛的思路是确保 对方不要出现第二个强输出点 我只要不让你出现第二个强输出点 那么这场比赛我就 缓战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和核心技能都交到你的死问身上就OK了 思路是没问题的 不过目前来看他们的压制工作做的很难继续了 很难继续保持 因为这个时候一旦对方的骷髅王开始怂起来了 他不去玩命的往远处带线 BB这个阵容的进攻就不太好发起了 毕竟这个时候你再去找一个有大的骷髅王 如果他不是在你这半场的话 那不好打 其实是不好打 狗帕奈斯这个阵容到了游戏的后期和大后期的时候 他的容错率是要远低于BB的 因为BB在游戏大后期能够去解决你输出点的手段太多了 船长的A杖潮汐 魔精的潮汐波 A杖的红龙浪潮 兽王的大招 独狗 到了游戏后期的A杖大招 再加上邪影方灵自身的自保能力 恐吓 惊奇迷宫等等这些技能的干扰 他的容错率整体比这个 九潘纳斯是要高太多了 而且九潘纳斯在后期团战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 死问的BKB一旦一结束了以后就完全不敢上了 就是他实际上就6秒钟 团战就6秒 安家这里直接给上一个作祟 然后就是杵王冠给上去 要杀对方的骷髅王 天怒给一个大招 这边独狗关救一手 然后船长上来往上顶 船长往上顶 直接A杖红龙浪潮开起来 看看Miro这个位置 死问也支援到了正面战场 那么CK直接选择回撤 船长这里也选择了回撤 土猫再往上跟 GPK的土猫 GPK的这个船长被对方发现了 一脚踢拉回一个沉默 独狗这个地方在琢磨 不行被留了 这样的话两个人都死在这了 独狗关一下 船长已经被击杀掉了 土猫这个时候是挡不住的 这个阶段的土猫是挡不住的 土猫这边一脚踢 直接带走了老东京的独狗 这边打完了以后 人都数8比7 经济方面的话 又被九排那次重新拉回去了 骷髅王的经济现在已经9000多了 快要追上船长了 跟土猫船长的经济呢 差距很小 降温位的经济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主要领先的点在于死门 21分钟啊 21分钟这场比赛 两边有点打的都相对比较保守 所以差距拉开的很小 BB这场比赛应该是想好了拖后的 当然了 这个不拖后也打不过 实话实说 现在这个版本土猫在中期的作战能力 过于无解了 他属于是一个在游戏中期 不管你怎么去配阵容 这个土猫你都处理不了的 他就是一个 出个刃甲 然后直接就往你身上硬滚 你打他吧 他血长 对吧 力量成长很高 开个刃甲 他弹你 你不打的话 他没了没了 都追你 土猫这个英雄 现在在游戏的前中期 真的就是一个 玩的好的情况 是一个完全无解的一个存在 他说咱没看到哪个队选猴子 猴子这个英雄是有点 幻影头猫手 这个英雄现在的适用范围稍微小了一点点 土猫什么情况要出鞋 土猫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鞋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游戏习惯来定的 有些比赛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土猫完全不出鞋 团战赶路什么的全都靠二技能 但是有些选手他还是习惯于有一双鞋 正常的移速 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定势 他说优鬼不是很克CK吗 为什么不选 优鬼 优鬼 嗯 优鬼克CK为啥 优鬼现在他优鬼跟CK之间没有特别明确的克制关系啊 优鬼打CK的局如果胜率比较高的话是因为现在优鬼他厉害呀 因为优鬼现在厉害他自身厉害的节奏快 但是这两个英雄之间你说他没有什么克制关系的话这个倒算不上 就和以前的蚂蚁不出鞋子一样 现在蚂蚁有很多不出鞋子的 嗯 相较于以前来说 现在蚂蚁不出鞋的情况更加的普遍一点 因为蚂蚁的那个攻击抬手被优化过 以前早年间的蚂蚁大家还都是习惯给他出一个假腿的 因为没有假腿带来的攻速蚂蚁的那个攻击抬手啊 实在是有点太太太太便秘了 真的是难受 有了假腿以后会好很多很多 但是现在呢 蚂蚁的这个攻击抬手被优化过几次之后 他其实现在对假腿已经是几乎没有需求 几乎真的是几乎没有需求 这时候职业电脑玩猴子会卡吗 这个东西不是看你的电脑 这个东西是看威蚁 打一下魔方 打魔方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BB这边打完魔方以后呢 魔精是给到了毒狗身上 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的驱丧 臭王这个打热没吼出来 这个没吼出来 虎猫现在这个滚生效了以后 无敌的这个状态 真的 这怎么说呀 这真好玩 好吧 这真好玩 这真好玩 受伤糖就可以aps了 大аться 掉 geht 发动 Dia 我どいaker 对 B tricks 我感觉 Radiant 蚤螂 就 试镭 所以 如果 妙子 战路的这个二塔拆的还是蛮快的 龙王带着龙兵死闻开始大招 直接前开 但是自己家的上路二塔也被对方拔掉 两边现在进行了一波互换 中路这里被土猫也拔掉了中路的一塔 团队经济方面 九派那斯这段时间是拉开到了3000家的一个杀卷 拿到的肉山盾不白拿呀 感谢DJXXJ老板的奇才权杖 远精灵和六个马戏之王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感谢孤独甲鲁老板的爱心抱人 这里船长技能给上 这个船游 船游挂一下船游 然后撞上来 独口关一点对方的国王 关出来以后船长A仗 红楼浪潮打住来 孤狼第一条命交掉 死了没有大招 你真的要上吗 打不动人的呀大哥 你没有大招 打不动人的呀 独口关一个大招 吼住 然后再加上一个恐吓扔出去 孤狼第一条命交掉 这时候死了还在努力的输出对方的船长 配合土猫上来 跟你的输出还可以 又是一个跳槌 垂住对方的CK CK这个位置还是没打过 这边死了大招CD转好了 开启大招 开始往前追 一会儿看看狩王的位置 爽的位置 先里选择TP 有点想到人了 死了一锤 然后起刀直接带走 飘 经济领先的死问 还是有点猛 拉比斯斯的死问 这一波的战斗力真的是拉满 但其实主要的输出是土猫打 其实主要输出是土猫打 而且好像骷髅没杀掉啊 骷髅第一条命打完了 这时候第二条命没杀掉啊 居然 这BB感觉要熟了 BB这波团战 其实骑手打的还行 但是 后续的 伤害不够 他们刚才这波一个挺明显的问题 敌事伤害不够 CK现在有毕章和连击刀吧 不出一半应该是 不是连击刀 他连击刀已经拆了 法师 克星 毕章 假腿 BKB 团长这也没有投吸波 没有魔晶的投吸波 这个BB怎么感觉这场比赛反而有点 打的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理智啊 因为船长这个英雄 现在他的强点 主要是在于 A杖加潮汐波 两个技能搭配在一起 会非常好用 他如果只是一个A杖的话 在团战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会小很多 潮汐波真的是个很厉害的技能 也迟迟了个星星 也迟迟了个星星 我还准备出的装备是跳刀和BKB 跳刀和BKB 大支配笛子密法鞋 再加上跳刀和BKB 此外现在的经济有点太好了 此外现在经济21,790 而对方的CK目前只有一边4,800 这个CK让比赛刷的也不够 刷的不够坚决 还有就是明明BB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是更加适合去跟对方拖后打的 你这个阶段去和对手的土猫 这个版本现在这个阶段的土猫打的话 土猫的伤害还是够高的 就跟刚才那波传战似的 土猫一人打了5000多数损 全队输出第一 死的大招没有 一开始砍那个船长 船长都不带掉血的 你知道土猫冲上来以后 开始补及灯的那个船长才被击杀掉 这个阶段BB应该是理智一点 去避战或者是蹲人 避蹲人避战去刷钱 或者是把这个兵线 让兽王把兵线带远一点 吸引对方回防以后 然后局部多大少 这几个战术都比跟对方刚正面 要更加的优秀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的骷髅王走的 辉耀路线 它是有辉耀的 然后死问呢 很有钱 所以它的BKB核心装都有 土猫的话 战斗力在这个时间点 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能你也得奔着35分钟以后 拖到35分钟以后 然后再去分辨绕开团 那个时候你的英雄普遍的血量都 大哥的血量都在3000左右 那这个时候土猫的伤害就不足以 再形成太大的威胁了 这波旧胖弹斯又是一个开悟 猫过去欺负一家兵线 然后上一根几个呢 直接开悟往下走 去找死问 死问一个人在自己家的野区三角区 变方的三角区 那么肉身的伤害时间还有2分05秒 这是一个10分钟多一点的肉身 看看这波 CK直接选择了BGBTP 但是大树在边上啊 大树直接把他留住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爆选择了 乌达开启了一个大招 然后要跟对方硬钢 哎呦 晕在莲花上 然后对方含过来一个晕 让CK直接摆给 直接摆给 数据边0分2 那么这样的话 比赛悬念就不大了 这就有点冰败如山倒的架势 中古高地这边开个塔房 亏点时间 那活着的还有船长 兽王和小花仙 但是CK不在 所以没有致死伤害 嗯 BGB这个第二场比赛 和第三场比赛 给我的感觉 就是打的都有点 不知道 他们要干什么 就整个队伍 是没有一个核心思路的 这个是职业战队 很怕的一件事 职业战队从来都不怕 你这个队伍就是 我这个队伍就比如 有的队伍我就是刷钱 我就是运营 对吧 我就会打运营 所以我全队只打运营 我就跟你打队刷 我就跟你换塔 我就跟你打后期 这种队伍 成绩不会太差 有的队伍 就是我就打假 对吧 我不会刷钱 我就跟你打假 我就跟你双游 我就玩了命的 追着你打 我根本不跟你打队发育 也可以 有的队伍说 我就会偷打 我就 就 就会整天进来 拿个狼人 拿个兽王 什么 拿个先知 我就会偷打 也行 怕就怕 这个队伍 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感觉BB的第二场比赛 和第三场比赛 两场比赛 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们不知道干什么 就包括这场比赛 BB整个比赛的节奏 像梦游一样 我拍他4彩游戏了32分钟的时候 等到了二雷肉山 拿到二雷肉山以后 现在人头数来到了13比8 就像之前 就举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 液体夺冠那一年 对吧 液体夺冠那一年 我们就会打四宝一 我们别的不会 我们就会打四宝一 我们三号位 就是成天起来 拖打 三号位成天拖打 我们就是四宝一 对吧 CK拉一下 对方是靠着连花 晕着了大树 想过来枪打大树 大树可以秒掉 秒完了以后 看这个船长 红楼浪潮 船开起来 还是没有魔精吗 船长还是没有魔精吗 仍然没有魔精 少一个潮气波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还是可以随便打 CK现在击杀的 对方的双将游 船长拉一下对手的 骷髅王 骷髅王开启刃甲 死闻的大招已经开起来了 我方这个管没有咒 死闻的下一个锤子CD 还有多久呢 看看拉米西斯的下一个锤 下一个锤子CD 还有两秒钟 但是他已经能跳到追上去 留着对方船长完成击杀 这波是双将游 换掉了对手的 中单船长和一个毒狗 然后毒狗选择了买活 大树也选择了买活 这波打完以后 人头数来到了15比10 那击击杀领先2万加的一个团队经纪 BGM是不是又卡了 对BGM卡了 卡了没事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我重启而扣端就好了 虎猫一顿乱滚啊 经济被对手拉开 而且现在对方的三个大哥经纪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的话 他们就不害怕这个土猫 在游戏这个阶段输出不够的这个问题了 我死问输出高啊 死问输出高 然后骷髅王的输出现在也很高 骷髅王那边还出了一个仪仗 可以让自己的队友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搞一些事情 这边就Pandex过来 把对方家里边的魔方给他打了 这打魔方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而且掉血掉的不算太多 毕竟这哥俩太结实了 要大树血少点 看来这哥俩太结实了 虎猫3800多血 骷髅王2400多血 死问现在有4000血 还没有开大 死问现在领先两个大劲 领先了小一万个点 又是9000左右的一个经纪了 领先了 下一个装备做的是敏捷跳吗 还是蝴蝶啊 开始像要出蝴蝶似的 还是做敏捷跳 船长憋龙心都不买个魔精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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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了龙心出来以后 他补了一个魔精 不过这个魔精补了点板 船长的魔精 这个潮汐波呀 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伤害不是太高 然后又只是一个推的效果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你在推对方的过程当中 对方是不能动的 他相当于是多了一手控 而且这个控制的时间还挺长的 让对手强制位移 增加对方 站到你水上的这个机会 其实他是挺厉害的 这块毒狗直接被截了 土猫这边直接滚过来 和截杀掉了对手的一个毒狗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直接上高了 看一下兵线 现在中路的兵线是 骷髅王从家里面出来再带 下路的兵线被兽王带出去了 上路的兵线则是 也是被招摁生物带出去了 但没有兵线确实有点尴尬 离土猫再找 继续利用自己的翻管 加上兵甲不停的开尸 也在找这个兽王 兽王这边兜了一圈 土猫再滚 哦撞到了 这边居然是 骷髅王这里果断的选择了 一个BKB加TP 大招吼住这个土猫 然后BKBTP 土猫没拦了 土猫要滚没拦了 哇气 这拉米斯斯在中路这块 最后一刀出了个暴击 直接把对方的CK给单杀了 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这里小川先过来开个作战 打了几下 但是不怎么掉血 这里一个潮气波 把对方推出去 肉山盾消 肉山盾消了以后 现在土猫身上还有一个奶酪 这个奶酪可以考虑 不行了给死温 下路的高地已经是被 骷髅拆光了 然后中路的被死温那边拆掉 两边汇合一下吗 汇合一下 直接去拆第三路 拉米斯斯大招已经到时间了 下一个大招还有45秒钟的CD 但是CK被单杀了 CK被单杀了 CK里边没有CK的输出打不死人 这里又是一个超级波把对方推回去 给一个水 水一下土猫 不过没什么用 还在不停的消耗 但这种消耗都属于是无效消耗了 死温大招CD已经快赚好了 也就意味着就算你的CK复活了 我其实正面还是不怕 洋装撤退 高台的反蹲 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了 好这边拆完 死了 那边晕住 兽王给大吼住 船长的技能 在接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技能 把这个拉米斯推回来 但是拉米斯开了个撒旦把血吸回来了 这里直接勾一下 勾一下对方开起来 影子镜打不到 转身再继续输出 船长小花仙 还有兽王 毒狗 四个人直接被带走 只剩一个CK 投回了泉水 那么这样 把BB打出足迹 让恭喜九八糟斯 战胜了BB 拿到了一个胜者组的名额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就给大家解说和录制直播 到这里 我是丧老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大